王先生介绍,当晚6点钟左右,他在宁波北轮的金色公寓附近买吃的,要乘车回到住处。 他通过微信平台叫了一辆滴滴定制车。 王先生说,当时他能看出来,因为在赶来的路上发生堵车,司机有点情绪。后来两人在车上发生了一些不愉快。 王先生说,这个时候,司机情绪更加激动了。 目前微信端口没有联系司机的选项,只能看到司机性增。开的是一辆绿色的比亚迪,评分是5分。 车费13.08元。下车后,王先生投诉了曾师傅。 采访前,王先生刚收到了2.67元的退费。 我是弟弟,加急赶,先生,您想怎么处理? 我现在就是要他人给我道歉,把我的这个实际那个路程,把这个路程的钱退给我。 这么他这种行为是不行的,为什么要出口伤人,这个行为已经很恶劣了。 咱们这个滴滴定制车和其他的车型有什么区别吗?这个服务。 记者查了一下,滴滴定制车是滴滴和比亚迪合作,推出了一款定制网约车。 在宁波地区率先上线,乘客上车前可以通过软件调节空调温度、风量等。 另外,车门是电滑门,防止开关车门引发意外。 不过,王先生认为,好马配好安,服务还是得跟得上。 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滴滴公关部。 后来,王先生反馈,平台经过录音调查,确认情况基本属实,对司机的甩客行为进行了处罚,不过没有让司机给他道歉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